你注意啊 注意什麽呢 這個是中央調動器 這個是中央調動器 它起的作用是什麽 當我們提交的請求 什麽請求 星點路 這種請求 一旦過來了 我是不是就交給它來處理呢 它會調用後邊一大堆的組件對象 會調用一大堆的組件對象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一會兒分析啊 你看到沒 這我們的中央調動器 你看這忙不忙 這後邊一大堆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通過它 你看來回的 是不是都是來回的呀 都是通過 為啥它叫中央調動器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我們剛才寫的這個代碼 我瀏覽器八十日子請求到了中央調動器 請求是不是到了以後 我需要這個solic了 我是不是 外面的容器 或者我們湯姆海特 是不是才創建這個對象呢 大家想是不是 我這請求到了 我才創建這個對象呢 所以這種方式啊 不好 所以它對於剛開始的請求來說 是不是有點 有點慢呢 所以我們需要給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想讓它 外部容器 也就是我們湯姆海特 啟動的時候 就把它一塊給創建了 那怎麼做 怎麼做呢 這個應該用過吧 用過吧 用過吧 這幾個數字 幾個幾個都行 只要你寫一個大於零的數 就可以了 那表示你的服務器 湯姆海特的服務器 在啟動的時候 把這些對象是不是給創建了 如果有多個solic 你的標號 標號 123 是吧 越小 優先級就越高 會越先創建 當然 你說我小小小小 小到零 或者負的 對不起 你設成零和負的 和沒設是一個意思 它要求 這兒必須要放一個大於零的數 一個大於零的角數 OK 這個 這個改了 這個名字就改了 這個名字就改了 OK 那運行起來 對於我們來說 它運行起來好像沒感覺 這個是沒感覺的 現在其實那個solic對象已經創建了 只不過對於我們來說沒啥感覺 但是對於系統 其實效率來說 它是 作用還是很大的 這是幹嘛的這句話 在 在 在 tomcat 啟動時 直接 是不是創建的 創建當前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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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是